莫非定律 避开人生倒霉的二十个坑 小学 我们就学过掩耳盗铃的预言 从前有一个大家族犯是灭亡了 有个人趁机偷了一口钟 想要背着他逃跑 但是这口钟太大了 被不动 于是想用锤子把钟砸碎 刚一砸钟的响声很大 他生怕别人听到钟声来把钟夺走了 就急忙把自己的耳朵紧紧捂住 捂住自己的耳朵 让自己听不到钟声 这是自欺 成功骗过了自己 就以为也骗过了别人 这就是自欺欺人 然而 我们在觉得可笑之余 有没有想过人 为什么要自欺欺人 同样在今天的生活里 我们也经常有意或无意地 陷入到自欺或欺人的处境里 但自欺欺人所带来的泡沫影响 很快就会消失 哈佛大学商学院心理学家佐伊 常思做过一个实验 他找了23名男士作为背试 在他们面前摆放了自己制作的 交贸体育杂志 一种杂志包含的范围很广 而另一种侧重于特写文章 教授每次都会更换杂志的内容和封面 让男人们挑选其中最喜欢的 结果显示 无论内容如何 男人们都会一致地挑选泳装封面 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 有的说这本杂志内容涉及的内容广泛 有的说这本杂志的文章写得好 却总是刻意回避自己对泳装封面 没有抵抗力这一点 但事实显而易见 他们不过都是在找借口而已 左一 常思教授还做过另外一个实验 这一次的背试者是76名学生 他让这些学生参加一轮数学测验 总测评分有两个 一是模拟试卷 二是真实考试 在模拟考试时 教授故意在一半学生的下方给出答案 引诱这些人作弊 然后根据模拟的成绩 让学生对自己的真实考试成绩进行预估 当然 在真实的考试中是绝对不会给出答案的 且提量更多 结果表明 虽然学生们知道 在真实的考试中不可能会提供答案 但他们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成绩 没有答案的学生 估计自己在真实考试中的正确率 在72%以上 而有答案的一组 则认为自己的正确率 能够达到81% 有人认为 可能作弊组的学生 本身能力较高 但结果并非如此 真实的考试成绩出来后 这两组学生的平均成绩 是持平的 这就是说 在模拟考试中得到的高分 让做作弊的学生 对自己充满信心 幻想自己 在真实的考试中 也会表现得这样好 但实际上 他们是在自欺欺人 后来 教授又进行了改动版的实验 被试者是一组新的志愿者 他们被告之 孤分正确的人 能够获得20美元的奖金 虽然有奖金作为诱惑 但被试者依然高估了自己的成绩 这就证明 即便有奖励 刺激他们 依然没有摆脱自欺欺人的枷锁 结合这一系列的实验 左一 长思总结说 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认知 是带有自我欺骗性的 这种社会认知 又加强了我们的自我欺骗 因此 这个事实很难被意识到 看看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实力吧 论文剽窃 虚报业绩 作弊者比比比皆是 有意思的是 人们觉得 这些人会活在惊恐之中 但长思的研究却告诉我们 这些人根本不觉得自己在作弊 用他的话来说 我们的发现 证实了人们不仅无法公正 对待自己不道德的行为 甚至会根据这些 不道德行为带来的正面结果 而自视甚高 我们都知道 思想决定行动 如果一个人想不通 那么他的行动 也就无以为继了 正如掩耳盗铃的那个人 以他的智慧 想不通 如何在不发出想动的情况下 砸碎那口中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思维 就陷入了死地 打不通这个回路 他就无法继续行动 于是 天才如他 通过掩住自己耳朵的行为 成功地欺骗了自己 打通了自己的思维回路 得以心安理得地 继续砸那口中 自欺欺人的那一刻 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 这种行为带有作弊性质 但有一个事实 不容置疑 那就是看起来 完美无缺的借口 往往一出口 就会被人抓住把柄 到头来骗过的人 只有自己 也许这种做法 有时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好处 可到了真正需要 亮出实力的时候 还是要凭自己的真本事 如果看不清自己的状况 依旧沉浸在自欺欺人中 那也只能自食其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